大家好,欢迎来到Blocks Academy,我是Alfred 今集就是《什么是区块链》的最后一集 只要明白今集的概念,大致了解到什么是Blockchain 今集的重点就是Node折点 如果我们说Hedge Function是Blockchain的心臟 折点就是Blockchain的大脑,甚至是它的灵魂 我们提到区块链是没有中心化的机构 或者是伺服器的储存数据 区块的储存在哪里呢?答案就是折点 折点是组成区块链整个网络的计算机 折点可以是超级电脑,普通的家用电脑 甚至是手机也可以 传统的互联网是基于伺服器 是以伺服器为中心的架构 用户直接连接伺服器 在这种架构之下 任何人和Internet的互动 包括上载、下载都要连接同一个伺服器 这样是有缺点的 例如如果伺服器出现故障 或者被人吃了,系统会失效 另一个缺点就是 控制着这个伺服器的人或机构 它的权力会超级大 对应伺服器中心这种模式 就是点对点模式,peer to peer 所有的点互相连接,关系是平等的 我们很熟悉的BT 其实就是用这种模式 比特币网络和以太科网络 其实都是用这种模式 点对点,这里所谓的点 其实就是今天的主角 截点Node 在截点这个模式下 信息可以在截点之间自由流动 也不会出现单点故障 从而抵御到网络的攻击 当然前提是要有够多的截点 截点是区块链的出入口和管理员 他们会组成一个系统互相通讯 确保区块链有效地运行 并且会保存区块链里面的资料 简单来说 每一个截点都会保存着一本共同的账本 只要账本新增了一笔资料 其他的截点都会立即被知会 同步更新账本的资料 所以截点同时担任着交易确认 和进行广播的工作 截点有不同种类 全截点Full Note 它是保存着整条完整的区块链 Full Note可以独立地完成交易的确认和交易的广播 而轻截点只是保存着一部分的区块链 截点的数量也要决定区块链的安全程度 越多的截点 越多的Full Note 全截点 就越接近去中心化 即是安全程度也越高 就越过了 多谢收看 下一堂继续